不向强權屈服,堅持以理復日,以論擊石 第三節,以論擊石 我感覺到你想說黑色樓了 疾住了,沒說 今天再說回果敢 果敢,中國迅速要切割 我經常覺得,做中國人是長期處於一個不知怎樣的狀態 你經常對日本、藍沙的那些都起鋼 對於緬甸這些,那些人想脫離緬甸 從歸祖國的懷抱 祖國又不叫他 是啊 你做一個愛國的中國人,真的很辛苦 你明白嗎 對啊,很辛苦 我這麼愛他 他對我一點反應都沒有 因為問題是,果敢拿回都沒有用 但是南海和釣魚台不同 南海釣魚台,涉及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駁營 不過這樣啊,我真的想問一個問題 我真的想問一個問題 現在的緬甸 我們就知道,他基本上是果底 他跟中國就沒有什麼話 但他仍然維持維持有好關係 對於另一個時候 他又剪掉中緬的公路 電緬公路 電緬公路就一直在 但是 中國和緬甸建了什麼 水壩? 高鐵? 之前有一個重大工程 就剪掉了 說也不用說 當然中國就不能再加 然後呢 就放了昂山蘇基出來 昂山蘇基最近就很厲害了 他就要選舉 那些羅興亞人的事情 他就完全不理會了 反而說 其實其實 現在緬甸 基本上是倒向了美國那邊 為什麼你又要對 為什麼你偏偏又要對 這個 南沙 你對越南 你對菲律賓 你對日本那麼硬 你偏偏對緬甸這些 你又那麼軟手腳呢? 但是說真的 果感那邊你要記住 在他們立場上面 他從來都不覺得自己的地方 給了你 明白嗎? 老實說 果感 丁屎那麼大 拿回來也沒有用 第一 現在的神聖不可侵犯 令人都很消滅 現在你搞南沙 南沙涉及不僅是陸地的問題 海權的問題 你以前割了那些 你割了那些 北部邊疆 比羅羅斯 東北 外蒙古獨立的那些 怎麼算呢? 你浪費 全部政治需要 土地呢 不是神聖的 究竟雞元資杰 不是神聖的 全部是政治需要 全部政治需要 現在他要做些事情 給緬甸人看 就是他要團結內部 因為內部有不滿聲音 哪裏內部 國家內部 有什麼不滿聲音呢? 大哥 有一支飛彈 射到我國家那裏 射死了幾個人 那我不做些事情 在這裏演習一下 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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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 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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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或在跳漁台 其實共產黨有時 有時候 他是先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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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說定 想告訴你其他國家的人 其他國家的人 其他國家的人 聽 亞洲誰是霸主 就是日本 是 他計劃 你很難 你很難 你整個語言 很反高潮 很反高潮 他想告訴你就是這樣 他現在是 你什麼事都要問他 第一點是 他因為 那是涉及領海的問題 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的問題 所以他那些 他很難 他也不會讓 因為 他經常當美國人的數 美國人死了 用島鏈的政策來封住他 他就要在此 牙手牙腳 就是要令到他整個人的 整個人的手腳可以伸展到的話 他就要 他就要穿破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 是的 其實整個說法都是這樣的 其實全部是地緣政治問題 是的 我記得有一個說什麼 說到南非局勢 那裡有一個叫 叫 叫 泰國中部 好像說 中國 哪裏有採脫 說 在中部建運河 穿過 就不用過馬六甲海峽 這是流料來的 流料來的 流料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在自己的礁島建一個機場 對 這個要說 這個 做填海 賺七百億 填海做壁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 這件事 其實 他想利用這件事 當然 他是宣示史傳的一種 第二件事 他要看看美國的條線在哪裏 因為 始終 他都明白 南海怎樣都好 只好 就叫你美國人不要插進來 但美國人插進來 因為你無法阻礙 簡單來說 他要試一試美國的條線去哪裏 因為如果不試的話 他要試 如果知道美國的條線去哪裏 他才有辦法 可以作出相對應對 老實說 這個機場有什麼用 你告訴我 補給就補給不了 什麼都用不了 但是 有人分析是說 他正在做這個方法 是叫那個 實際 什麼 不是 那個島礁 實際 控制 管有 整個概念 你所說的概念 就是 他排在機場 可以隨時飛起 實際管有南海海域 但是 問題是 他實際 在那裏佔有 那個島礁 你說 那個島礁是不是都佔有 有沒有機場都佔有 沒有問題 他現在就證明 給大家看 我有本事維護領頭完整 他想告訴你 我為了完整 試一試美國那條底線 但美國那條底線 你一試就試得到 你升島就是垃圾 你做了一個這樣的 你沒有用的 你看到整個機場也沒有用 但是 他也是 打起來這個 基本上指引 他是用來被人 這是target practice 很簡單 用來被人炸 他跑去 跑去 跑去 吵美國那些偵察機 又是想試美國的 因為他來興建的時候 美國那些偵察機 他一直是試美國那條底線 OK 他一直在試美國那條底線 但是 美國那條底線 但是你要記住 美國那條底線可鬆可緊 是 多數以鬆為主 他在試這條底線 但是這樣 你試到怎樣 不過這樣啊 現在就是選舉 奧巴馬可能不和他玩鬆 是啊 可能未必和他玩鬆的 到了一刻未必和他玩鬆 你過份那頭 嗯 是啊 所以呢 不是那麼賺鬼 不過這樣 他也說了一件事 你又不好說是沒有道理的 怎樣呢 喂 你其他國家的賭招 嗯哼 在這裏建什麼 起什麼 我建東西 你就建議 就是你美國佬 他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啊 他也是這樣 用上次越南來的 上次越南建的專遊台 是貼著國家令 是海岸的 嗯 他就告訴你 我不要記住 你先講講專遊台 即是 譬如你中國 你在海南島轉 沒有人理你 你轉了別人的國家 門口前面 當然啦 當然不行啦 當然要玩東西 這些 這些擺明是玩越南人的 你越南人就在海岸外面建的 總之 南海一直都是在美國人的底線 如果美國人真的不插手 他又不跟你客氣 他就不會跟你南海 影響國家的客氣 現在問題 在南海 是因為 美國人插手 如果美國人不插手 就不跟你客氣 我保證不跟你客氣 嗯 是啊 他沈了很久 他 因為他經常覺得 美國人會用這些島嶺政策來封他 嗯 但是老實說 如果美國人擺硬一點 他又會縮的 我保證縮 那這個是 你跟中國玩任何遊戲都是的 你軟他就會踩你 你硬他反而縮的 因為美國人有本事跟他硬的 問題是 問題是 第二個 那麼硬 中國都不夠他硬 第二個 不是那麼多 有本事跟他硬 但現在美國人真的有本事跟你硬的 所以連釣魚台 在南海都是如此 嗯 所以呢 要看美國怎樣做 美國都覺得是否重要呢 這一點 嗯 是不是最重要呢 如果美國是最重要的 南海來說 的利益 這樣呢 中國是不能加的 不能加的 不能加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 當今世上 有四成的海上的運輸 都是要經過南海的 是的 如果是中國海上的實質控制權 的時候 其實如果有什麼 令中國不滿意的時候 他是可以做些 選人不利己的事 是的 所以這裏呢 這裏呢 所以這裏呢 美國人呢 就未必跟他軟腳蟹的 嗯 嗯 是的 還有釣魚台 釣魚台 如此 所以現在美國人越擺越硬 你看到的 美國人其實一路 一路 亦都相對地在試這條底線 因為你這條底線設得太高 這條底線設得太高 我就要慢慢試真正那條底線去到哪裏 嗯 其實大家互相利用這些小動作 去試大家這條線 嗯 美國人的條線設得很低 嗯 但設得很低 你不難保他有一天呢 就可以將這條線 可以隨時提高 隨時提高 國安諾 那條線很高 嗯 但那條線呢 那條線呢 就被別人試去 應該會低 嗯 那條線又不知道去到多低 兩邊都是這樣 是 不斷試探 OK 喂 這個南海就演成為 這個當今世上最危險的海壁 是 就是 隨時大戰一觸適法 有些人 要索馬尼危險 那索馬尼危險 索馬尼危險 我認為政治上的危機 索馬尼危險 索馬尼危險 那些不是政治危機 那些是實際上的人道危機 是的 那些人道危機 還加上軍事上危機 是的 那第二件事 說一下我們 接來之前呢 就是做一個最後的 大選預測 英國大選 基本是全門錯 皆錯的 唉 什麼人都錯了 沒有人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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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 在香港地 最近的 保守黨 就是 保守黨再立 這個 自由自民黨 但是這個最近 因為實際上 我們知道 最能聽到的 是保守黨大勝 是拿足 過半數 過半數 是 單黨就可以執政了 可以 是單黨執政 連接這個 聯合 這個 來國 沒有需要做聯合政府 獨自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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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簡單說幾句 始終英國人 真是比較無實 是 他就覺得一件事 還念卡貝倫都說完了 我也有脫勾公投 與其我 不如 假裝是本土 投個UKIP 算了 投回來保守黨 雲廉美都答應了 是 當然 這也是民主的好處 因為 人們答應 真的會做 是 而 共產黨答應 那些 都不做 你推他不將 是 所以這也是民主的好處 英國 就是 就是 保守黨 就繼續大勝 若然卡貝倫想 英國繼續留在保守黨 我覺得他基本上 就是 脫勾公投 就這麼快 就這麼快搞 一定要搞 早搞 早搞一個遲搞 遲搞 再發酵一下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有些 就是 差點輸了選舉的 二勾派 就基本上 就很不老禮 就是 基本上 就選舉中派後應 如果他拖下去的時候 隨時被那派人犯公 當然 你問我 英國 如果是最歐盟瓦解的話 當然就是 另一個故事 就是 對於 世界的 政治力量的平衡 都會有很大的 變動 但是 英國退出歐盟的話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歐盟瓦解 你是很容易接受 一種骨牌效應 即是骨牌效應 你做什麼 你一個地方 他那個公投 脫勾 其他 他國家裡面的 二勾派 他就會加緊部罰 去逼 令他們 那時候的政府 我們要做 一個這麼公投 不要緊 直接一點 接著 在他國家普通的大 general election 裡面 全部投入 脫勾派 然後 那些 可能甚至連公投也不用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卡門和這個 是很賤格的 就是我交給選民決定 我不決定 我不表態 你公投決定 選民說什麼就什麼 還有一件事 如果選民 專門做這件事 就是塞住移歐派的口 你不能在罵我 出賣英國本土 你這些人 吃完歐盟 那些歐盟的黃蟲 移民陷入英國 吃我這個福利 是 就是在說這件事 不重要 卡門和說 你罵我 不要緊 加給人民決定 是 他這件事就是我這招 這招 這招 當然 英國也是 親眼看著他 有一個叫做 呃 就是不停地墮落 成為一些 呃 就是很驚訝 是一些小國的 層級數的國家 我想他現在的國力 就是歐洲 歐洲二線國家 呃 歐洲 歐洲仍然是一線 歐洲一線 世界二線國家 世界已經是二三線 是的 二線國家 因為 始終真的沒辦法 呃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 這次英國的大選裡面 所有議題 全部都是講英國裡面的事 是 他已經是完全是 inward looking 的一個 的發展 是 全部都是講自己的事 自己國家裡面的 意識形態之爭 對 就是這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什麼 平時小國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 國際政治裡面 有什麼東西的說 他沒有搞錯 他沒有搞錯 全部都是搞自己的事 對 所以就是 當然 日不樂帝國 都是一個myth 那會不會跟他 英國本土的localism 的興趣有關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global trend 就是有一個 就是一個右派的反撲 反撲 其實是 可能因為 阻礙太久了 可能在歐洲 那些地方 其實美國 美國都有的 就是看到其實 當年你說 一些叫做 很極端的 的 就是一些 接引法西斯的 的思想 有些真的打正旗 和新納稅 有些 就是在德國搞新納稅 就是犯法 要拘捕 有些 對於那些思想的人 其實就重新出現在 歐洲政壇上面 北歐有些人 英國有 法國也有 其實德國 接下來 都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 就是 就是 所謂的 叫做右翼的反撲 這個就是 叫做 這個二戰之後 是 那麼 當然 你可以說 這個 是一個 歐洲 是 他們那個 移民問題 就是 歐盟裡面 不同 歐元區裡面 不同國家的 經濟實力 差太遠了 這個問題 對 有時候是需要完全不同的貨幣政策 偏偏你用了一個歐元的貨幣之後 它全部國家的智能同學 就用了一個貨幣政策 之後做這個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 歐元區的瓦解 也就是 歐洲的經濟體 歐元區瓦解和歐盟瓦解 又是兩件事 不是 歐元區瓦解 歐元區瓦解 歐洲的實體 經濟實力 以前是整個歐洲 都隔了一個經濟實體 就會變成幾十個 獨立的經濟 小實體 那你在 政治和經濟一體兩面 你不能分割 你的經濟 你都 經濟的共同 都沒有了 你在國際政治上 歐元區就會小很多 現在德國走出來 跟人說話 不是 某意義上 我說的 後面整堆歐洲國家 是背後的 為什麼 因為他和我衝鎖一艘船 不是 我已經衝鎖一艘船走了 只有我 就是 那些小孩小了很多 這是一個問題 歐洲也說完 不如說一句台灣 台灣 有很多變態人 大家喜歡街頭殺人 之前有一個鄭哲 現在有一個 叫做什麼名字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人 在街上 就像劏雞一樣 劏了一個白歲的小女 失血過多自死 變態 真的變態 沒有說錯 真的變態 你說得對 心理變態問題 以前我曾經說過 所以我已經不重複了 再說一件事 這個人最有趣的是 他驗世 他想死 某某人 又不敢自堆 想做什麼 做一件十個不死的事情 等人判死刑 對 第一件事 他先沒什麼常識 因為台灣 判了你死刑 你可以整天都不死 台灣 所以我 不知道多少年才死 這個人 第一就沒什麼常識 第二就不知道他想怎樣 因為有變態老 又有另一種傾向 就是有些人很想 很快速地 全世界出名 是 他就要做這些事 他很享受 全世界議論的那種感覺 對 有些變態老孩 所以做一種實我不死的事 是 就是不能夠 流芳八世 又要遺臭萬年 是 就是我發明不了 醫治愛之病 或者醫治這個 切得根治癌症 對想一條小女兒 隨意隨便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那就是死刑問題 台灣死刑問題 其實 其實 這是 在台灣 就是總共的問題 我發覺 隔一段時間 就會從什麼 出來講 因為台灣死刑很麻煩 是 台灣 台灣有廢死人物 有人反對死刑 這是事實的 但是是被人攻擊的 是 因為中國人始終 經常覺得殺人死死 是 這個中國人根深抵固思想 但是 他覺得強姦的人 又不應該被人強姦 是 但是他們覺得 只是殺人死死 這個中國人 由歷朝以來的法則 這個是和他們最初 法律有三條 有法三章 就是殺人者死 雖人者抵罪 偷善 但是 偷是和殺人的抵罪 但是 現在問題是 約八十三章 其實 其實 中國 因為這些 恩心抵固思想 他們覺得 永遠認為 死刑是有阻下作用的 是 這個是真的 但是 在現實上 是沒有的 你很多 就是你很多人 計算一條數 其實說 是的 但是 殺人者死 他只是 他殺了人 所以 所以 你用公權力殺他 是的 對他來說 我殺了一個人 然後我死 那條數很划 他不是 他不是 喂大哥 他不會是 個個是另一種 是因為中國人的仇恨心太重 就是 他復仇的心態太重 但是 反過來 有一些 就是 criminal justice 有些 醫學派是會認為 呃 刑罰的制定 不是要 令到那個人 和他所犯的罪行均等 對 而是要重過他犯的罪行 那才 這一種 有阻下力 但問題是 一個人 如果要殺一個人 他不會想著 如果 他要謀罪害命 是 他不會想著自己判死刑 我想自己走 嗯 從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阻下力 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但問題是 中國人的仇恨心太重 和根深抵固殺人者死 這件事 嗯 始終都是忠義太人 但問題是 問題在台灣 最大問題就是 他碰了他死刑 因為他第一 發力程序很長 因為台灣的發力程序 最大問題就是 他可以經常發環 是 不斷發環 嗯 嗯 有些法官 覺得在五五波時間 不想扶上的任何責任 是 他把那個波交回 原審的法官 其實我這次跌回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群情洶湧 是 會不會令到 你知道台灣人 有種 叫華人傳統美德 這種輿論公審人 是 是完全不尊重我法治的 沒有法治精神的 是啊 就是 中文社會哪有法治精神 浪氣 對不起是沒有的 沒有的 台灣 台灣如此 對 所以就是 台灣有一個法律制度 叫做 較為健全的法律制度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外殼 他有一個外殼 但是人的心態 不會 是了 所以會不會 怎麼回事 就是在輿論壓力之下 為什麼法官不 判死判死刑 也不能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國法官是這樣的 隨時可能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老實說這件事 其實說真的 如果在現在的看法來說 我想 就算很多人的共識 喂 當解殺人 不用說了 其實很難誤判 很難誤判 根據台灣法律 判死刑是否合理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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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殺人 最大的問題是 但是他們判死刑是不好的 是 喂 那個人殺了人 他有他可以教化到 這樣才會判你成死刑 喂 怎麼定義 是否教化到 你知道嗎 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很好笑 這個人 這個人如果有精神病的話 即 用香港概念來看 他有居然被判冤領 是冤領的 就是把精神病丸 不會死 是啊 但是台灣不是這樣 分中一世 是啊 第一點是台灣 因為各個群情洶湧的時候 那些法官一定會這樣判 所以他判死 但是最後會不會因為 吹吹吹吹聯合 十幾十幾年都不死刑 就是問題所在 判死刑 然後那些人要其他組 不執行 他可以不執行 繼續是這樣 他要法務部長簽名 才不執行 你法務部長是不敢 法務部長是可簽 可不簽 不知道什麼時候簽 所以我任內的一項死刑 我都不簽 下一個法官就說 喂 判死刑 又簽 又簽 死了嗎 死了嗎 因為法務部長是這樣說的 你法務部長簽 那怎麼辦 即是判死刑 喂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在台灣我常說 最大的問題 不是死不死刑的問題 喂 你判死刑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執行 那些真是假的 大哥 又 已經有問題了 你這個法務部長 上一層又不想揹 下一層又不想揹 是 那你最後要判到什麼時候呢 如果是五五波的案件 是 大哥 這樣搞法 每個人都要推堂推堂 推堂推堂 喂 推堂推堂一下 那你又嫌 那你那些被人 告人那些就嫌犯了 嗯嗯 告人那些就嫌犯了 那最後就草草了事 嗯 那又怎樣呢 是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可能有些殺人案件 他都用過法案程序 最多的三五七年 嗯 那為什麼呢 是 整個台灣最大的問題是這裏 不是死不死刑的 但是這樣啊 現在 其實現在 看台灣那邊的討論 都真的很大程度上 放在 是否很廢死這件事 是啊 他時不時都會突然出現 這個問題 一有這案件就會出現 其實這個問題 是說來說來說來說不完的 其實其實 其實真的是一個 陣營隊的女兒 因為其實 每個人開始 那些問題 即是 爭論的時候 就去了政治 嗯 就政治問題了 就變了 那就是事了 政治問題 又不是對於事 是 就是立場 嗯 是兩個故事 是 但是問題 你的基本問題 是一個 法律的制度 那裏 你法律的制度 不行 不行 有問題 嗯 到今天都不明白 台灣人都是不明白 都是覺得 都是還在咬死不死刑 好笑的 媒體在咬死不死刑 不是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是很重要的 對於台灣的社會 是啊 當然你說 你說死刑是一個程序問題 那當然是程序問題 那就是說你是 真的要執行死刑呢 不是 這點是 它整個法律制度出了問題 其實呢 你判得的話 你是要執行的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下一步就是什麼 你判了 你就要執行 接著你下一個問題就是 選了死刑的存費問題 這個不是例子 這是例子 但這個問題 你要現在搞定 你現在手上的東西 是 喂 你看 你的法律制度搞了五年 搞到 有些人 他們是跳了一個步驟的 他們跳了一個步驟 就已經想到最後一步 我犯不肥死刑 犯不肥死刑 是要一個政治的討論 公眾的共識 嗯 那relevant 不是 這件事是relevant的 意思是什麼呢 即使是這個人 即使是這個人 如果我判得他 我就要整關他的時候 你會執行的 那你對於 一群 其實支持廢死的人來講 其實你會避免他的底線 對 避免他的底線 你要避免他的底線 那這個法律是這樣寫的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說你法律 你都是要 譬如說你符合一些 更加高的原則 譬如說 人權的問題 因為其實廢死是一個人權問題 是 是啊 因為 這個我覺得就是 我反過來 這個就不是 一個純粹制度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個 譬如說你對於那個 是一個 你對人的生命是否尊重的問題 即是一個更加高原則的一個問題 是 這個原則問題 是 對 但是你有些事情 你要搞 即是在台灣 你每樣的事情 將這些討論 去到悲情那裏 那這就是 那這就是 我都觀察到這個問題 是他你的習慣 他你的習慣 甚麼都訴諸情緒 訴諸情緒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問題是 現在你看到就是 就是 你現在是有些死刑案已經出了 到法律那裏已經定了案 最近來說 就是 我知馬英九任內 是有執行過死刑的 有執行過死刑 因為曾勇夫有 是的 是的 因為曾勇夫有 但是那時候 現在羅刑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 但是之前 因為 黃青鋒就不喜歡死刑 他不支持有死刑 黃青鋒就不執行死刑 黃青鋒就不執行死刑 黃青鋒自己最後不做 因為第二 他最後不做 是 曾勇夫出來做 曾勇夫有簽了幾個死刑 打了一把 但是他簽的 是根據甚麼標準來簽 任他簽 那一陣子記得 那一陣子記得 那一陣子他有 這三個檔案我先放在面子 簽了 是的 那一陣子就不記得 那一陣子就是 老人痴呆了 是的 因為法務部長是 他可以運用他的權力去做的 問題證 那法律制度的問題在這裏 是的 你不是 大哥 你的法律可以執行 也可以不執行 即是怎樣 那感覺很人質 那不是的 他只是這方面才是人質 其實他其他 基本上大部分的情況 就是台灣法院 台灣法院有一個不好 還有一個 怎樣 自由心靜 這是大陸法的問題 大陸法的問題 我相信 那法官 有時 他在五五波立場上 他會用自己的角度去閃遲 他沒有陪審 沒有陪審 沒有陪審 不過 這個就是法律制度的問題 因為香港 這個就是普通法 還是大陸法 我簡單來說一個例子給你聽 黃金平那件事 知道了 黨籍那件事 黨籍那件事 那些法官最後的判法 他說的判法很好笑 其實聽起來很好笑 他說 你馬英九那檔 黨的紀律委員會 喂 你只有幾個人 可以決定一個人離開 是他們需要說 是要不知幾多個 百分比的人 的黨員去投票 才可以踢走一個人 我最奇怪 我最奇怪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裡面 問你是關法院的事 什麼 我最奇怪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裡面的事 要關法院的事 因為這個涉及政黨法問題 是 政黨法問題 以及這個立委的 清費的選費問題 所以是關法院的事 不是的 黃金平踢了出國民黨 還可以做立委的嗎 沒錯 他正正踢了出國民黨 因為他是無黨籍立委 如果踢了出國民黨的話 因為他是靠國民黨黨籍 去做立委 所以馬上沒有立委做的 原來選立委 一定掛著黨籍的 是的 他要掛著黨籍 就是要中途轉黨籍 就要重新選過 是的 這裏很嚴重 所以這個是關法院的事 我明白 其實他是比例 代表地產物來的 所以一定是選黨 是的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明白 說回來 那兩件事 但他最後答出來的 是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 是說 法官怎麼認識法律 現在先說回來 我自己也是 最後講到柯文哲 但我對柯文哲 我對柯文哲 有很多保留 我覺得柯文哲 事情最如無物 但是 廢除死刑 我看到柯文哲 比數支持死刑 他也是說一句 他是說一句 他是說 他是支持廢死的 是的 這個就是做什麼呢 什麼叫做政棍呢 政棍 就永不取決於他任何選 政棍在於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選擇 做一個西瓜 靠大邊 有選票 沒有原則的人 其實說真的 柯文哲 就不是不講程序的人 是的 你搞錯了 柯文哲 只是他要把以前 國民黨 弄下的那些 蘇州市 那些所謂的 程序的陷阱 尋尋身搞定他 一招跟他玩起來 他把所有 明明我們的地毯上 很多老鼠 白鯨 什麼 我拿起地毯 把蟲蟲蟲擠 看你死不死 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你 in this case 是不是很正 例如 我難保 下次 那種地毯原來 原來不是很髒 蟲蟲蟲 所以想換地毯 他也可以 無視了那個程序 因為 你洗地毯 原來就要申請 去十個部門申請 才可以 是 如果你說 很煩 不要緊 現在協助浦大民意 不協助 直接洗地 其實是的 原來洗地毯 洗地毯 原來 我看不清楚 柯文哲的本質是怎樣 但是你要明白 他有選票 第一件事 他有選票 你的出現象 我不像那些人說 如果他現在選 我告訴你 我可以很負責任告訴你 這一天 今天 6月2日 柯文哲選台北市長 都會大比數勝出 都會大比數勝出 我毫無疑問 不是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 有些人這樣說 不是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 他究竟是不是一個 無視於程序公義的人 不是 他的問題 有些程序是不公義 我就明白的 但是你要說得出 他有多少個不適合程序 那這個我要回去數一下 對 你要說得出來才行 對 你要說得出來才行 因為他所謂不適合程序 看你怎樣看 即是 如果 好像說大巨蛋那檔 大巨蛋那檔 大巨蛋那檔 是很奇怪的 那檔 其實他有一件事 要先用魚肉抹黑 但當然這招 在台灣一定會用 因為對 然後他就慢慢 或者慢慢 就好像 就拿著 其實我想他就拿著 整大的檔案 是 他慢慢 逐樣跟你拿出來說 是 因為他知道 其實那檔 大巨蛋那檔 是擺明穩困的 就是 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 是完全不需要受過往 那些政黨政治 是 那些千絲萬縷的利益 是 就是先說死刑 這件事 就是我給我一個credit O.O.P.就是什麼 他就是 就是 就算面對著 可能在北上 選他那幫台北市市民 是 可能裡面 六七成人支持死刑 是 他都做什麼 因為他不是政客 我就是不判得罪你 是 我之前說 我就是繼續廢死 他告訴你 是怎樣解釋的 我可以用這件事來代替 是 他說得很精 他說用不准假釋的 沒什麼好東西 因為台灣最大問題 就是 很多時候坐牆監的人 坐中生監的人 可以假釋 這個就是問題 其實可以假釋 其他都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問題 他剛才坐牆監的人 坐牆監的人 不如不放好過 他利用這件事 他利用這件事 來調整 所以他答這個問題 得很清明 很聰明 你聽下去 說是 又是 都可以 這樣 他又不失他本身的立場 他自己又要給你多個選擇 如果他就這樣說 頭一句 就被人罵到PK 但他說完第二句 有些不同 下一次再說 好